大家好,我是紅茶 再來這一次是十月的地戰 那地戰的話來個散賢分析 跟有獎精彩 那這一屆的話呢 其實有蠻多的人 都已經 就是像那個四國啊 有兩三隊都沒有參賽了 所以 這一場的可看性是不高的 但是呢,一山區 我覺得還是非常的有看頭的 可以來看一下 北平啊,像真紅、LiUKK一定都留下來 火龍小弟打五道 五道一定是贏的啦,不用看 然後天下無雙打三哥 我覺得兩隻都是 勢均力敵 那 應該都會一起留下來 因為 如果是天下無雙打夏德 我一定是想說夏德早早出去 但三哥真的也蠻強的 然後在這邊夜城跟城流 我會選瘋女王贏 因為瘋女王這一隊裡面蠻多隻都很強的 然後再來第二區有沒什麼好看頭的 第二區的話,肖峰殿啊 然後TG、平安公主、YU、WA 通通都留下來 那第三區齁 那第三區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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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會覺得 我私心希望愛國贏 但是呢 燕的勝率真的比較大 然後劍安打玉章 那個劍玉章的我都叫他胖虎 胖虎也是豪華隊 我覺得他會贏 然後長沙貴陽 是我們兩大日本國的主力 碰跟切丸 然後00跟50 兩隻的話都會留下來 如果這一場是英星丸打 玉章的胖虎的話 那第三區就很有看頭 有點可惜啦 不過也是還蠻有看頭的 到時候看吳俊誰會贏呢 然後第四區 是很boring的一個區域 Bobo Baby啊 國師無雙火焰小童 黑五場捷歌 成犬仲尼 基本上成犬會贏 但是上一屆仲尼 也打了一個非常好的 一場比賽 那個投票我都投仲尼 因為他打得太精彩了 如果仲尼這次 能 就是能打敗成犬的話 哇那真的是本屆的MVP 因為 成犬那一隊都是一大堆課金的喔 然後第五區的話 紫童永昌喔 我覺得 不用想喔 Shot 爛船還是有三吋釘喔 他會贏 然後雲南成都都留下來 然後嬌子Reno跟珍寶Reno會出現喔 這主要的階段喔 是在福林跟永安喔 我覺得白龍神會贏 對 啊這一屆最可惜的就是 四國沒有出來喔 四國那個RA國喔 如果有出來的話 地戰會越來越有看頭 那就比較可惜 不知道他們出了什麼事喔 啊日本人都比較排外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相關的資訊 好啦那今天就是這個有獎競材喔 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意見啊 都可以留言底下分享喔 好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